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台 一英里光環S 這幾天啊 我騎這台電動機車的感覺真的是非常棒 真的是要給它一個讚 它的外型漂亮 騎起來舒服 而且速度也非常快 最重要的是 它是唯一可以收到後車廂的電動機車 那到底如何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開箱介紹吧 Let's go 好,今天來替大家開箱這台光環S 那電動交通工具 其實是我一直以來個人的喜好 那無論是電動獨輪車、滑板車 或者是今天這台電動機車 那其實在2017年 一英里這間公司 他們就有推出光環這台產品 那當時我就有寫在部落格介紹 那一直等到五年後的今天 它終於在台灣有正式的代理上正式推出 而且幫它通過BSMI 不過這一台車並不是五年前我介紹的那一台 而是它的下一代光環S 那我們接下來就從外箱開始看 它的外箱裡面包含它的充電器 以及它的說明書 以及它附贈的後照鏡 那除了後照鏡之外 預設它就是完全組裝好的 你不用自己再動手 不過說明書你要稍微看一下 才會知道它的折疊方式 另外它有附了兩張注意的標語 要你特地注意這個折疊卡榫 一定要確實的扣上才能騎 才不會發生危險 那One Mile是世界上第一間 同時得到工業設計大獎 大滿貫的公司 那包含美國的Good Design Award 或者是美國的ID的設計獎 以及德國的紅點設計獎 以及IF設計獎 四個大獎 那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光環S的設計感非常強 那整個線條俐落又有質感 那幾乎沒有多餘的設計 那它針對骨架剛性 以及車體的輕量化 能夠收窄做小的 一定不讓它變大 那它三款配色的大logo 都在前方的面板 但是白色的版本 它的logo設計很淡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 簡單素雅乾乾淨淨的設計 那全車都是航空鋁合金打造 那又輕又堅固又強韌 看很多小地方的細節 都會覺得它很精緻 包含手把 腳踏板 車身 都是金屬打造 那它的龍頭又採用 傳統腳踏車的平桿設計 那融合現代跟復古的衝突美感 那它上面有車燈 中間的橫桿是摺疊起來的提板 那兩條煞車線 收納到中間的面板裡面藏起來 那龍頭上面有車鱗 兩邊都可以摺疊收納 因為這台車不是智能車 它不能連APP 所以它所有的操作 都可以在這個操作面板上面去做操作 右手邊這邊是個電源開關 長按就可以把這個操作面板開機 開機了之後 這邊有個大燈鍵 長按大燈就可以把大燈打開 這個燈非常的亮 那你晚上的時候把它打開的話 大概可以照亮前面大概15公尺的距離 那關掉的話 它平常也有日行燈 它平常也會亮一圈 所以它叫光環 那再來這邊有個加減符號 按加號就可以切到SPORT模式 按減號就可以回到正常的模式 那正常的模式 時速大概是20公里 那按加號的話 SPORT模式是25公里 那它的最高速度就是25公里 不過我實際在騎乘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電機的瓦數是非常強的 那我在騎河堤邊這種自行車道的時候 這種斜坡 騎上去的時候 它大概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的速度 這樣子往上騎 所以它的扭力是非常夠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它中間的設計 一般的電動車它的電池 大部分都會坐在這個地方 坐在這個地方 可是它為了讓這個坐墊 是可以完全折疊下去的關係 所以它把這邊做了鏤空 而把電池放在這個地方 這前面這個大面積的面板 就是它的電池 那在旁邊這個地方 把它打開來 這邊有一個USB孔 可以替手機充電 那右邊這邊 這個是它車子的充電孔 它的前後都是10吋的充氣胎 充氣胎本身的避震就還不錯 後面也有煞車燈 按一下這個煞車燈就會發亮 好 接下來示範一下它的折疊 它的折疊很簡單 就是先把這個機器關機 然後把前面的把手 它這邊有兩個卡榫 往前推 它就可以折疊 折疊收納 那這個椅墊下面也有卡榫 把它撥一下 把它往前撥一下 椅墊就可以360度旋轉 往內收折 那再來是車身的折疊 你要先把這個腳踏板收起來 然後中柱的地方 這邊有個金色的按鈕 把它按一下 紅色的按鈕撥一下 就可以把這個中柱 把它打開來 接著就可以進行完全的折疊 那另外這個光光S 它比較貼心的地方就是 它前面這個手把的地方 跟這個黃色的提環 兩端都有做這個提環 讓你可以拎著上車 或者是上捷運 那當然上捷運 你只要提單邊 這樣子拎著走就可以 它下面這個後輪 剛好可以讓你拖著走 就會很省力 好 我們來講一下 它實際的騎乘感受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做的姿勢 是這種像一般騎機車的姿勢 我的重心全部都會放在屁股上面 所以我實際在騎乘的時候 我覺得速度是蠻線性的 加速的感覺 它是電動機車 所以加速的時候就是蠻快的 可是它不會說一下子爆衝 它騎起來是那種舒舒服服的 在市區這邊騎乘 你會覺得還蠻快的 那最高速度是25公里 那碰到小斜坡的時候 像這種河堤邊的自行車道 那我往上騎的時候 也可以維持在20公里的速度上去 所以我覺得它的扭力是非常夠的 那再來是避震的感覺 你看我的坐姿 我的重心全部都會在屁股這邊 那它的前後是充氣胎 10寸的充氣胎 再加上它的椅墊有內建這個避震 所以我在騎乘的時候 無論是碰到這種Cura 或者是坑洞 或者是那種紅磚道 我都覺得騎起來是蠻舒服的 不會有那種震到下巴開掉的感覺 不會 完全是很舒服的感覺 那這台光光S 它的定位是電動機車 是一台可以收進後車廂的電動機車 它真的非常方便 可以收到非常小 那像我自己的小先輩車 就可以直接放進去 那去捷運站 也可以直接拎著進去 也不會去妨礙到別人 那如果你去露營 去山上 你都可以放著車廂 然後去當地這樣繞著走 或者是來一趟說走就走的吃貨之旅 都很方便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大家好 這台一英里光光S 是一台特別適合都位區的短程代步車 它的收納很方便 那速度也非常快 而且它的結構非常紮實 里程有25公里 那續航有40公里 如果你是每天開車上下班 那你停車的位置 離公司又有點距離的話 那你就非常適合這台光光S 把它放在後車廂 那下車的時候 就用它來作為最後一里的代步工具 像最近疫情期間 其實國內旅遊非常盛行 那通常在外地旅遊的時候 你可能搭火車很OK 可是你下了火車之後的交通 就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你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光光S 去滿足你各個景點之間的穿梭 作為你的代步工具 它就會非常方便 那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它40公里的續航力 像這種城市間的景點穿梭 它的續航力真的是非常夠用 一整天玩下來 你騎著它會非常的方便 你也不用去租車 不用還車 全程你都可以靠它 作為你的代步工具 那它的外型漂亮 價格合理 續航力也非常足夠 騎起來也是非常舒服 好 最後我來說一下 台灣的版本跟路版 還有歐版 這三個版本的規格也有差異 我這邊有準備一張規格表 那台灣版本的電池容量比歐版的電池有加大 那歐版的只有7.8AH 那台灣版本是10.4AH 也就是台灣版本的續航力有40公里 是目前所有版本裡面最大的 基本上台版的規格就是路版的Pro 那續航力就是40公里 在價格方面 我看台版跟路版的Pro 建議直接買台版 有保固 價格又差不多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找台灣的服務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1英里觀光S的開箱評測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